欢迎来到人生模拟器 请选择此次的男主 请选择你的外貌 你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家里 这次逆着学起的学妃和生活妃 送着电话啊 话完总买了 但由于你长相十分出众 所以经常遭到附近滚滚的骚扰 小妹妹长得挺漂亮啊 跟哥哥出去玩吧 此时你选择 不能 我还有课 你害怕极了 只能加速离开 却一不小心撞到旁边男生的怀里 你一抬头 发现 它居然是你们学校的校草 你没长眼睛啊 快给我从校草身边离开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一边道歉 一边捡起地上掉落的马内 喂穷鬼 这马内是你的吗 你就捡 这马内是我妈妈钢材给我的 拿来吧你 爸 你干嘛 就你这幅穷酸样 谁信这马内是你的啊 你看到校草 也是一脸嫌弃的样子 你选择 最终你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 很快 学校准备举行夏日季活动 你们班准备表演童话剧 睡美人 女主角可以获得一千马内的奖学金 你选择 老师让你们自己设计睡美人的形象 来进行评选 你选择 你的形象成功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老师成功让你当上了女主角 这引起了笑话的不满 老师他就是个小偷 不配做女主角 老师 我没有 诺米茨通马内的时候 校草就在旁边 他可以替我作证 那天我的确在现场 心灰意冷的你 选择 等等 这个马内确实是他的 事后我回家查看了书包 我的马内掉在了家缝里 最终真相大白 你如愿当上了女主角 很快到了表演那天 此时舞台上正演着最后一出戏 你静静地躺在舞台中央 等着心爱的王子来拯救你 啊 我美丽的公主啊 就让我成为你的解药 来唤醒你了 此时你偷偷睁开了一只眼 上 上次 谢谢你替我解围 那就 怎么有点不太对 好好感谢我吧 你们知道 糯米茨最后怎么样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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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